美国加州去年才发生野火烧全境的天灾 这几天又遭到豪雨肆虐 文杜拉郡记录到最大豪雨量达130毫米 许多南加州民宅因此被土石流冲毁 目前至少有13人死亡 163人送医 其中25人确定因为豪雨灾害而受伤 另外有300人受困圣塔巴巴拉东部 但因为搜救还在进行中 检销人员还无法确定正确的伤亡人数 根据当地消防局表示 救难人员在洛杉矶西北沿岸社区蒙特斯托搜救时 从泥沙和碎石砖瓦之间发现了尸体 6户民宅遭泥流和碎石冲走 另外有倒下的树木把道路阻断 摩道101号超过50公里路段也因土石流封闭 洛杉矶国际机场第二航下通关区 也因为烟水被迫关闭 这位是葱隆金属 葱隆 好 新闻时事报梁晏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